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8日星期三 下面请看简讯 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亚历山大马克戈诺夫 2月27号星期二在BFM辨识台表示 法国总统阿玛尼·埃尔马克龙周一提到的 向乌克兰派遣西方军队会增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卡塔尔承诺到2030年向法国经济投资100亿欧元 这些投资将涉及能源转型 半导体 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 健康 甚至文化产业等领域 根据路易研究所周一发布的2024年全球外交排名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外交网络 其次是美国 法国2023年下跌两位至第五位 巴黎大区主席瓦莱利·佩克雷斯 2月27号星期二公布了巴黎大区交通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作为BFM Business的嘉宾 她特别宣布乘客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将不再干扰巴黎地铁交通的正常运行 特朗普在两起不同案件中 被勒令支付数亿美元的赔偿金 她有可能将其社交网络Truth Social上市来避免破产 2024年澳洲委主席托尼·埃斯坦盖特表示 奥运会和残奥会还有数百万张票 并补充到民众要与踊跃为运动员加油 Selon Tony Estanguet, président du comité d'organisation des JO 2024, il reste des millions de places pour l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est ajouté, n'hésitez pas à les encourager les sportifs 多互不加護责的结果 或计划席托尼 出现小报道